据路透社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 不再推荐使用两种治疗新冠的单抗药物疗法 这两种疗法 一种是再生源治药公司的抗体基维9疗法 另一种是美国维尔生物科技公司 和英国格兰素史克公司联合研发的单抗药物 据介绍 现阶段新冠病毒已经进化 越来越多的实验数据表明 这两种抗体疗法已经无法对奥密克戎毒株 及其最新变种发挥作用 因此世卫组织不建议 在今后的新冠肺炎治疗中 使用这两种方法